北梁三公主龙梦离 自食功高盖主 意图谋反篡位 念其曾拥立有功 留其全尸 赐毒酒 陛下陛下 难道忘了你这个皇位是怎么来的 我若是真有篡位之心 又何必读到今天 陛下该回宫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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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 醒醒 你是谁啊 我是另一个世界的龙梦离 我知道你的来历了 如果你想回到北梁的话 你就必须要帮我完成一个愿望 愿望 什么愿望 我的愿望 本哥这是在哪儿 好像是本宫的脸 哪有哪里不太遗憾 我在哪里啊 这个是我的设计稿 钱总年是不会见你的 老板 老板 我马上就回来 赶紧回去躺下 你也真是命大呀 这样也能活过来 也没什么严重外伤 好了 好好休息一下 再过两天啊 你就能出院了 哈 小李 妈 你还不敢 你在高级我这半夜啊 大 谁知你在此处喧话的 你看吼老两年想不想敢了 你竟然敢和本宫这么说话 小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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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难过了 难过说话乖乖的 你是不是执乎把老婆装了 感觉变了个人呀 哎呀他不是你的奴才 他是我的老板娘 你可千万别得罪了 咱们在没有进入他OK之前 都要和他养活 行了本人知道了 刘萌的事 小李 刘萌萌 非要让你陪他去后就烧烤 才肯继续给我们点工货 你肯 可可也 本宫 本宫今日身体不适 有事改日在夜 那那那那你休息 你休息 你记住 我的梦想 是进入LK 当金牌服装设计师 如果你想要回到过去 就必须要替我完成我的梦想 这个刘萌萌太冷喝了吗 这点酒子走过来说算不了什么的 本宫我看你真的喝醉了 坐坐坐回家 坐坐坐 少爷 我们都走了三公主这么久了 这么漫无目的的找下去也不是办法 况且三公主有可能没有给我们穿回来 而且已经 住手 下 下 快走 住立 啊 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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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去 我终于明白 那场交通事故 为什么会把我和陆七 送到这个陌生的状态 原来就是为了遇到你 夏长 我还在流血呢 对不起 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名叫白羽 拿着这块鱼肺 一会你就跟着我吧 公主 我一定要找到你 服装设计师 应该就等同于宫里私营房的掌势 陪在本宫身边的苏母们 曾经在私营房认职 那本宫也算是耳濡目染 这些衣服设计的虽然有灵气 但怎么觉得缺了点什么 让人过目不忘的东西 好意思 希望不能也不是 nationale的 给你带大堆 好意思 我想听实话 就必须我 不想伤害了 没问题 他帥哥 那都是我的菜 只不過有点尴尬 看够了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车里有什么 等一下 这文件是龙孟黎的 对头浪个浪马你认识他 能不能带我去找他 我也不可能带你去找他 我怎么着 哪个带你去找他吗 我现在就算忍得到 我也不可能带你去 你个陌生人 幻影是怀人哪个白 你看我样子像怀人吗 怀人 又不得把怀人写在脸上 小李 李快点 胖上啥子要开公司起来的 哦对头 我刚捧了个生日金饼 看我忍不忍到脸 还喊我带他的招脸 一看都不像是好人 你应该不会是 在外头浅了人家钱 照宅住这上面了吧 老板 本宫需要请假出门一趟 这里就暂时交于你代管 那边他太嚣张了嘛 到底我是老板还是李氏老板啊 那妈 那回来了呀 本宫需要提前预知工资可否 不得谢 哎 好吗好吗 那我手机赚给你 无备够够 谢了 咱们来死耍子哎 公主 哎 哎 哎 怎么又是你啊 你以为这这谁想来就能来啊 哎哎 你给我撒开 可以进来吗 可以可以 喂 爹地 我到了 不就是个interview吗 我可是巴洛夫设计学院的高材生 什么 你还特意跟杜总打招呼 多此一举 好好好 干什么呀 对不起对不起 没张眼吧 我一个人都脏了 真不故意的 那个 要不然我赔给你吧 赔 哦 男神没了 四千块 那 你怎么还骂人呢 我骂你死了 我还要打你 你又是哪根葱 敢管我林大小姐行 你知道我办事 以示压人 你这种人 就该被长嘴 长 长嘴 哎算了算了 呃这件事情本来我也有错 干洗肺我愿意出 谁稀罕呢 就这么定了 我叫刘梅 你叫什么呀 我叫龙孟林 是应病服装设计师的 龙孟林 你给我等着 林小姐 怎么了 有你什么事 烦死 孟林 我发现只要你一开口 就能让人感觉敬畏和尘服 让人羡慕 没什么好羡慕 还没开始呢 这大概是在等前总监吧 听说这次面试 他要亲自把关的 哪里 我就呀 品川 皇上 突然决定将皇遇传给二哥 看来我们不得不踢肩动手 shout 幸好你拼权在握 你身份很大 可是 孟里妹妹 咱们从小一起长大 如果连你都不帮我 你都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等我登上谎问 极客妇女为后 永不相复 好 我会尽全力帮你 小姐你没事吧 你怎么会在这 美女我不认识 你不记得我 现在记得 哇 好帅呀 刘妹 她是谁 她是LK的首席设计师前程啊 你来面试的不会连她都不知道吧 刘妹我还有事 先走了 啊 你不面试了 哎 少爷 找了公主这么久 为何 我 停贴脚步 不与她见面 你来了 公主 天气渐凉 注意防寒 白玉 此次北方埋怨入侵之事 你怎么看 朝廷大多数人 都主张和谈 但属下人 这帮人野心极大 欲贺难挺 如果一位退让 只会让他们的气眼 越来越嚣张 没错 若是退无可退之时 便只能任人宰割 只有将其 一举击溃 才能够把我北让 长治久安 属下世子坠岁公主 别说了 走吧 总监 您找我 刚刚那个女孩 叫什么名字 啊 她叫龙梦黎 是来咱们公司面试设计师的 好 没事了 你先走吧 啊 好 龙梦黎 有点意思 龙梦黎 就为了一张长相相似的脸 你就打算退缩了吗 现在就算是那个人站在你面前 你应该眉头都不皱一下 这才配得上北凉震胜工作这场 我的设计稿吗 属下世子坠岁公主 我 我 北凉市卫营首领白羽 参见公主殿下 白羽 奇怪 他人呢 奇怪 这个是龙梦黎的东西吗 啊 哦对 你认识他呀 我是他的属下陆青 交给我就请 哦 属下 爱雨 记得本宫当初远州蛮夷 不小心受伤的时候 你也是现在这副表情 公主 我永远不会生你的气 我是在气我自己没有保护好你 自从看到你 喝下毒酒倒在我面前 我就发誓 从今往后不再让你受到一丝伤害 你放心 这样的事情 以后不会再有了 嗯 对了 你怎么会出现在此处 陆七呢 灰公主的话 我们 在LK当保安 陆七他现在正在值班 原来如此 想必 你们住到此地 应该也很不适应呢 嗯 可以我安身之所 丙公主 呃 公司有集体宿舍 环境还不错 如此甚好 对了 如今已经不是在北梁 你我无需在君臣相撑 以后呢 直呼齐名即可 好的 我 梦里 来月 你耳朵红了 本宫记得当初在北梁的时候 有不少姑娘送你磕包啊 怎么还是这么容易害羞 因为 他们都不是你 嗯 你说什么 没 没什么 对了 公主今天来这家公司是 应名服装设计师 服装设计师 这件事情嘛 说来话长 我以后慢慢讲给你听 总之呢 我必须要进入到这家公司 没关系 这世上 没什么事能难倒公主 没错 本宫想做的事情 就没有做不成 少爷 为什么不告诉三公主我们真是身份 谁让您给杜总打个电话 直接就能帮他进LK 如果他知道了 我的身份 以他的性质 绝对不会同意当空降兵 对了 这个是三公主遗漏的设计手稿 怎么处理 陆欺 马上让人以白氏的名义 给杜总打个电话 陆欺 您不刚说不给三公主开后吗 放心 我另有打算 对了 过段时间咱们要去LK上班了 我们去干什么 当保安 在这边 小李 哪天跟你送东西买个猛男撒过 你们啥子关系 猛男 哎呀都是骨子还高 身材一座 脏得还苦呢 的嗯 哦 你是說陸契啊嗯 他是我朋友 你找我 你們怎麼來了 你等我一會啊 我那邊還有東西沒收拾完 等搬完了就走 看夠了嗎 藏不夠 哦 嘴巴嘴巴 你們怎麼認識的 夢裡有所不知 此事說來話長 呢 給你帶了湯 走 這是我安宮珠扶老廚娘的方法燉的 你嚐嚐看 味道對不對 嗯 很好喝 不過你是不是少放了一位玉族啊 不愧是京通一里的北梁三公主 這才少了一種樣子 都能嘗出來 其實這個湯 是我女會在世的時候所創 後來他離開了之後 我為了復原這個湯花了十幾年 才集齊所有的材料 自然是深入不行 對了 有個好消息要告訴你 我今天在公司看到了這個 R.O.K.新人設計師大賽 年齡學歷不限 優質奏品 你什麼時候 白玉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 是公主 結人自有天助 萬事都能遇難成祥 不過這個要求的是用成衣參賽 我們既無縫製用具 也沒有車子用的場地 這不合適好嗎 既然是分別的 我快點 我快點 我感到 我陪我 我 但是我 前途先 嗯 上級部先生你妙妙請問報道 想不想 我没思乎 才算反省 才不信 宝贝 现在 这门给你看 钱总监 谁让你进来的 Kiki呢 对不起总监 那个Kiki姐被彪 调到别的部门了 我是来送那个展会报名表的 放这吧 我把我当时的 刘孟梨 放心吧 他不会乱说的 那没什么事 嗯你先走吧 好吧 我 那我先走了有事 这这不动 哈哈 通出人呢 人道他竟然没通过初选 新来的吧 是啊 不去门口巡逻在偷什么来 浓浓味 好 他怎么会在这 他怎么会在这 啊我宣布啊呃龙梦黎和德A的统统进入春季特别小组由前总监亲自赞费哈哈哈哈来哎我当杠了哈哈哈哈 恭喜你以后回头愉快 新人里能发现这么有才华的 真是大大的惊喜 我 白鱼笑傻了 不认识啊 需不需要本宫扶你一把啊 嗯 梦里妹妹五哥哥 你怎么来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你是刚留学回来吗 为了清楚新途设计加入 我提议 才今天下班之后去聚餐怎么样 好啊我请大家吃火锅 太好了 哎那梦里爷我们一起去吧 我就步了 我还有工作没做完 别啊梦里爷 你跟大家一起去嘛 要不多扫心啊 这次就先步了 龙梦黎爷 你狂什么狂 给脸不要脸 别以为在展示会上出了点风头就了不起 你敢不敢跟我打个做 赌什么 就赌 谁的春装设计方案 能胜出 输的人 自动辞职 滚出公司 你确定赌这个 怕了吧 但是姑奶奶我呢 大人有大量 只要你肯道歉认错 我就既往不咎 一言为定 就赌这个 那我们还吃吗 吃什么吃 啊 记着你的功夫还是本宫教的呢 公主为我 属下 甘拜下访 这些天 你都去哪儿了 我以为 公主并不想见到白云 谁说的 这些天本宫一直都很 本宫的意思是说 本宫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 你我是最亲近的人 理应互相扶持 公主 这里的前总监 和武皇子殿下长得非常相似 公主应该发现了吧 属下实验 请公主恕罪 你先起来 别被别人看到了 还有 不 也 不准 再在本宫面前提那个人的名字 是 不论本宫是否能回到贝良 本宫都不会再和那个人有任何一丝寡 像那等背信弃以薄行寡性之徒 本宫早已弃入壁壤 公主 公主 原下好得装要紧事 什么事 你先起来吧 可里面帮我走 公主 有一个人 肯定能帮到你 啥子 百窝为死 搞没搞错 有强原没有强 二十三季全国佛罗设施大赛金匠德中 被约海市几菜 三年前相声力气全无私人 厉害 连这些橙芝麻烂骨子的事 都能查得这么清楚 不愧是我妻子 牛啊 大言语于是 没想到老板就是室外高人 什么室外高人 不过就圈子里混不下去了 被迫改行而已 这是为何 那些早先死不贴吧 总之 老亮不当打过黑头的 帮不到的 咳 大厨 老板 能不能帮陆七个忙啊 你能帮上老板 我可以帮LOOK七个忙 老板 老板 能不能帮LOOK七个忙啊 老板 能不能帮LOOK七个忙啊 是 逗你的 你这么苦我哪敢 不过七个的面子 我肯定跟 小李 那些 都给我增长多年的武功秘籍 服装设计节点 就应整体和绘画报的 现在都归你了 子余能有多大成功 都看你的走法 孟黎 前总监叫你去她办公室 你可得小心点 她好像知道 你和李淼淼打赌的事情了 没事 说 为何离英国公敌女为后 陛下难道忘了自己的承诺吗 寡人当然记得 可如今形势当初完全不同 只有借助英国公的威望 才能使朝中大臣臣服 为了江山设计 可为了百姓不受动荡之苦 寡人 不得不忍徒赴你 撒谎 你分明就是为了帝王之位 你妹妹 你再给这一年时间 不 半年 寡人一定费了她风里为后 好不好 好 那这五哥哥从来都没有了解过 好 既然你旨意不肯原谅这 那就动手吧 梦里妹妹 曾经有 若我只有清晨之后 再用蓝脸之情 虎哥好 当年你被人陷害 废弃太子之位去 我曾发誓了一辈子平真 现在看 我错了 钱总监找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吗 龙公里 有没有人说过 你穿古装很好看 有种高贵的性感 总监找我过来 不会就是为了讨论我的穿着吧 龙孟里 我们之间 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好像 对我意见很大 没有啊 没有最好 当时有的话 吃杯酒 就当时向你道歉了 以后 相互尊重 一起共生 黄总监 是 是 有什么 是 还是 有什么 不 如果是 确实 你 是 是 你 是 你 你 没 從前我的頭突然好暈了 大雨 我幫你上發休息 嗯 等下可不可以去幫我倒杯水 好 好 少爺今天心情不錯啊 好好工作 就你話多 七哥 什麼時候換的制服 往前帥啊 在哪裡呢 雨雨哥 我 前總監 你別這樣 啊 前總監 又是被外面同事看到了 会影响您的声誉的 慕莉 你还真是单纯的可爱 智商潜规则 没听过吗 什么是智商潜规则呀 智商打压新人 是常态 你这么有个性 很容易被排挤 除非 顶头上司保你 否则 很难好好工作 我懂了 正所谓是 官大一旗 压死 是这个道理吗 是 钱总监 是 钱总监 保安部接到举报 说有变态潜入设计部办公室 您没事吧 我没事 你们都在干嘛 不要工作的吗 啊 啊 您确定 没有可疑的人吗 没没有啊 我跟孟妮 我看孟妮身手好 跟孟妮讨论身手来着 啊是吧孟妮 啊孟妮 要是没什么事 嗯 你先出去 好的 前总监 你怎么回事 白鱼 你果然聪明 那天立刻就理解到了本宫的意图 带人来看性前的出丑 以公主的身手 对付她 绰绰有余 联系我 必定有别的打算 前程此人色胆包天 绝非良善之辈 此番吃了亏 之后 必定不会善罢根修的 公主放心 有我在 你何时对本宫如此不敬 啊 归下 这点下三滥的招数送了点什么 当年朝堂上的儿与我诈更深 本宫又起回在我他这些下三滥的招数 诶 龙梅 我跟你打赌 龙梦梨跟前总监肯定有一团 你别这么说 梦梨不是这种人 是人之念不知心 你小点说 抱歉 二位 你们不能进去 这间印电路问题暂时关闭了 您二位去其他地方 啊 好 妙妙 你误会了 我跟那个龙梦梨 什么关系都没有 可那天发生的事太奇怪了 我才不信你们在办公室里练什么防身术呢 而且 你为什么一直不公开我们的关系啊 不公开是为了你好 你想让所有人责怪 嗯 我跟你讲实话 龙梦梨想色诱我 目的就是想让我在屏庇会上 给他搞分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那你 我当然没有答应他了 所以他恼羞成怒 还对我动了手 你看 现在还进了一关 太过分了 那你还等什么呀 直接吵了他呀 不行 他是杜董亲自点名召进公司的 我们无凭无至 也不好指责他 看来 就只有赢他一条 可评比会又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万一 我倒有一个避赢他的办法 这 这 这良心 皇上 哎呀 还是新一服帅啊 发型师不得变一下 哎哎哎哎 谁呀没公牌都不让进赶紧走赶紧走 我找龙梦黎龙梦黎是我女儿 我找的有急事 找谁都不行赶紧走哎 我都不让警察你走赶紧走 不是 哎卢梦黎你出来 你给我撒手了 你算个什么呀 你不就是开门的保安吗你 保安 你先不要揍你 给我松手 林小姐 这位是我的朋友 啊 你先去忙吧 这就交给我了 啊啊 你是谁啊 我是梦黎的同事 请跟我来吧 请跟我来吧 罗梦黎我快看看谁来了 你才这么点啊 我我这个月还要买学习资料 我是在 哪 我老的辛辛苦苦把你养大 你就是该赚钱孝敬我你知道吗 三公主 我羡慕过别人的父亲 羡慕过别人的一家团聚 但是我 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你怎么来了 你父亲 可是特意从乡下来看你了 真是 父女情深 令人羡慕 令人羡慕 啊 啊 孟黎 哎呀 真没想到 你在这么高级的公司上班啊 爸爸真替你高兴啊 龙先生回答我 你怎么来了 不是 你叫什么 龙先生 你是怕 在这说话不方便是吧 那 咱们去外边说 不必 就在这说 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那好吧 毛利 是这样 这不是家里的房子啊 研究师修 需要翻新吗 跟人家借了点钱 这最近人家上门追债 借了钱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毕竟是你父亲呀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连自己父母都嫌弃的人 真是狗都不 你是哪位啊 与人的家事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这种人渣不配为人父 更不配接受善养 孟黎 你太过分了吧 老子把你养这么大 你现在成气候了 想不认老子了 你胡腻为了吧你 马上滚 不然我报警 好 好的很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 看来我今天不收拾你 你不知道谁是你老子 住手 你是谁啊 松手 我教育我女 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公主 属下 知错了 错哪儿了 错在 不该擅自出手 还害自己受伤 只是当时那人手上有胸肌 属下实在是担心公主的安慰 毕竟 我受伤 总比你受伤好 疼不疼 什么叫你受伤还比我受伤好 我 那难道你受伤总共就不心疼吗 为了公主 属下就算粉身子 是谁 不知道为何 本宫今日感觉格外累 想找个肩膀看一会 哎 你为何要对本宫那么好 就算本宫当初救过你的命 但沧海桑田 来大的恩惠应该吟消雨散了 公主 您对白雨来说 不仅是恩人 师父 主子 更是我一辈子的朋友 我 想要转摇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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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弯弯的眼角 只要是为了你 就算负地心愿 我也心甘情愿 我留下独特安 等你一起多茫茫 被你找到 掉下雷子 下雷那个龙龙落头 嗯 那那个 你的伤口已经包扎好了 你去把衣服穿上吧 好 少爷我错了 错哪了 我 你可真会挑手 我刚才 差点就 我发誓再不会有下一次了 再有一次 你就罚我 被牛情老板一直纠缠 龙老头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都已经办妥了 保证他一年之内 不会再来找人 让他们统一口径 务必好好给他掌掌教训 好 喂 什么 是 奶奶 我回来了 我听说您生病了 您身体好点了吗 是不是我不生病就永远不回来 无缘无故的不务正业 好不容易回来了 也不知道赶紧把白家的产业接过来 一天到晚在外边有手好闲 你想气死我呀 奶奶 您别生气 孙儿这不是回来了吗 来 先喝杯茶 顺着气 小心烫 我约了 我约了LK公司的杜总和他家千金杜安琪 明天来家里吃饭 听说杜小姐刚从法国回来 拿了 拿了经济和艺术的双硕士学位 我想 她来做咱们家少奶奶 应该基本合格了 奶奶的意思是 又要跟我相亲 以上呢就是我的全部设计方案 简单来说就是传统 既需要传承也需要创新 只有将两者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才能够引领新的时尚 龙梦黎的方案很精彩 下一位 林妙妙 总监 两位评审老师 很抱歉 我没办法参加 因为我的设计方案 已经被这位龙梦黎小姐 抄袭了 林妙妙 你说龙梦黎抄袭 有什么政治吗 当然有 这是我设计方案的底稿 和龙梦黎 刚才介绍的 相似度高达百分之八十 这不是抄袭是什么 龙梦黎 这怎么回事 这个 是一场有预谋的陷害 怎么会这样 明明是你抄袭 你少讲我 林妙妙 第一 我的方案存在公司电脑里面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我相信呢 一定会有某种技术 可以打开我的电脑 所以谁抄谁还未可知 第二 所有人都知道 林妙妙是我的主要竞争对手 我在明明知道 会被立刻揭穿的情况下 还铤而走险 自毁前手 我有病 你怎么想到我哪儿去 说不定你就想打个反复劲 好替自己脱罪 你用这种方法来忧性 也太蠢 烧血口没准 够了 这里不是你们吵架肚子的地方 我梦里 你说的看似很有道理 但都是一面之词 除非找到证据 否则 对于超级这种没有职业道德的行为 我们绝不顾许 哈哈哈哈 哎放着放着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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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快走走走走走 发老夫人喝茶哈哈哈 呃 来少爷喝茶喝茶喝茶 啊 哈哈哈哈 自己了 哈哈哈哈哈哈 喝茶喝茶呀 那那那那茶呀喝 啊 哦 哈哈哈哈 呃 呦 白少爷真是一表人才啊 也只有我呀 哈哈哈哈 哎 白少爷 咱是不是在哪见过呀 感觉在面熟 你记错了 哦 这说明咱是一见如故啊 缘分 缘分呀 哈哈哈哈 白少爷 您上次电话里说徒子那事 这个以后再说 我们还在商量 啊 行行行行 哈哈哈哈 啊 杜总啊 令千金这么优秀 那追求者一定少不了吧 哎呀 白夫人 不瞒你出 我把电话讲 乖巧又可爱 到现在 还没谈过恋爱呢 是不是啊 关女啊 是 白老夫人 我还没有男朋友 哎呀 等吃完饭啊 让白雨 带着你出去逛逛 年轻人嘛 就应该多多的在一起 才能培养感情啊 奶奶 我还有个会议要开 我先走了 你们聊 白老夫人 您家洗手间在哪啊 我让下人带你去吧 不用不用 不用麻烦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走廊到头左转就是 这 你眼睛睡多 眼睛忙 白老夫人 吃香蕉 吃香蕉 给给给 这个事情别干净 吃吃吃来 给 吃 这是我家 搞错了 搞错了 骆齐大哥 我可算找到你了 你快跟我去会议室看看吧 孟黎她 公公主她怎么了 你别说了 快走吧 你别说了快走吧 啊 公主 白少爷等等 有事啊 我能看得出来 你也不想被安排这场相亲 不如 我们一起找个机会开溜 喂 陆切 我马上过来 喂 到底怎么了 这里不好打车 能不能刷我一程 不能 好啊 那我现在就回去告诉奶奶 到时候 走 虽然这么说有点欠揍 虽然这么说有点欠揍 但是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 也挺可悲的 不仅婚姻大事 没有办法自己做主 连职业也没有办法选择 嗯 我的兴趣是演戏 可我老爸非要拉我来LK集团 当什么寡名夫妻 LK 端琪小姐 你有没有兴趣 做个交易 傻子 你也照顾一些嘲笑 不会有现场龟儿子干的吧 牛强师傅我认识他 哎小李 你可不可以不要和我师父 那个陈货都让我感觉像一个快足徒弟老虎啥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和我老板都行 不过 你为什么用也这个字呢 难道它是你当初离开设计界的原因 哪个龟儿子 以前走的是我的 放置 是不是你把设计卸入给对家 现在人家干我们工作室抄袭 咱们全还蛋 四姐 话可不能乱讲 你是公司的法人 所有的合同 都是经过你签字确认的 我一个小助理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混蛋 要不是我刘强 哪有你虔诚的精神 你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 抱歉 我也不想 只是对方开出的条件实在太诱人 不珍惜 我会后悔一辈子 滚 都说一丝糊涂 醒了他的血 原来如此 难怪前总监根本就不听我解释 一口咬定就是我抄袭 看来此事 跟他也脱不了干系 备份子备是他高的贵 给我盖不了此丝的东西 公主 属下护驾来迟 最该万死 啥子东西啊 属下 护驾来迟最该万死 哪个胎子也太嘎了吗 嗯 那个 我们平时玩角色扮演习惯了 老板你别误会啊 孩子 你们年轻的回算 好走嘛 七哥 他谁啊 你相绝不了 不是 刘梅说要走梦里有重要事啊 我就带着来了 嗯 那好句话 别忘了你已经有主了 不许洪杏出墙 我什么时候 你欠我人钱没还 想耍赖 行了 先让刘梅说正事 孟莉 其实林妙妙和前总监是恋人关系 他们警告我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否则就开除我 果然就是这两个人狼狈为奸 孟莉 我有个朋友 好像在LK高层任职 说不定 能帮上点忙 为今之计 只有彻底揭穿林妙妙的诡计 不然就算是你我朋友帮忙 我也会无法再设计借立足的 要不我去查一下监控 他竟然敢做 想必也不会让我们抓住把柄 嗯 那个 申请专利算不算 哎 私一钱赃一子嘛 班子我也没得死资 我就把小李申请了一下 当然算了 老板你这次可帮大马了 七哥 你有欠我一个人情吗 好 好 好 那宫主今晚早点休息 我明天一早来接你 咱们按计划行事 好啊 那 我走了 走吧 真走了 嗯 走吧 拜拜 拜拜 好 白玉 公主 本宫呢 看今天夜色已晚 你这一路奔波实在是辛苦 嗯 要不然 嗯 这个你拿着路上吃 嗯 谢谢 谢谢公主 那我回去了 走吧 百合 百合 我跟你说多少次的设计稿不能这么做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马上改 真贺 我当时谁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的 原来是老同学呀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可真是一点都没变呀 就喜欢靠着你老子兜里那几个刚辈欺负人啊 杜小姐所言甚是 杖势欺人 可是林小姐的拿手好气 龙梦黎 你怎么在这 杜副总邀我来的 没错 新官上任三把火 本副总上班第一天就是要彻查抄袭事件 杜副总 我想您肯定是误会 这件事我才是受害者 是不是误会 我审一审就知道了 你在干什么 都不用上班的嘛 杜小姐 虽然您作为副总 但不分管设计部门吧 这件事杜总知道吗 杜总已经授权杜小姐 全权处理 不信的话 你可以亲自问他 是 当然是 那是开始吧 为了公平起见 我们要找一个局外人 来做个见证 不如 就他吧 是 女人 我不信了 那是 林小姐竟然说 我抄袭了你的设计方案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你的设计灵感设计思路 或者你的参考资料 这些我好像已经删了 那为什么我有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自己中文上的文件夹 里面是我今年春装设计的 全部设计思路 包括之前推翻的极稿也都有 这能说明什么 肯定是你故意删掉我的底稿 然后伪造证据 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真是奇怪啊 明明这么多疑点 而前总结 却偏偏选择相信可能性最小的 你一个开门的懂什么设计 只要有脑子的人都能看出了 不需要读设计 你 好了好了 不要说了 继续 那这份证书要怎么解释 难道我就有那么神通广大 可以在林小姐的设计完成之前 就申请好了 师哥 豆腐总 他已经承认偷偷删除了评比会前夜的监控 宇哥 我自己说吧 林小姐给了我一大笔钱 我没见过那么多钱啊 我能提供长长记录 你胡说 就是你们故意陷害我 我要找最好的律师告诉你们 够了林淼淼 到现在没人找自己错误吗 林淼淼 飞机抄袭 陷害同事 立刻开除 我莫黎副职 并担任 董副总 诶 等一下 杜副总 这件事我也有责任 我会亲自向杜副总解释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杜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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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动着 苗苗 别哭了 我保证 这件事不会被传出去 呃 你让伯父帮忙换奖公司 还是可以到设计师的 可是是你明明 你没什么不帮我呀 当时那种情况 我只能气质保帅了 难道你想让我试着杜副总 信任 最后也被赶出公司 伯父还能答应你跟我在一起吗 当然不是了 就算我当不了设计师了 我也不会拉你下水 谢谢宝贝 你对我正好 龙孟离 我不会放过你的 龙孟离不过是个乡下姑娘 为什么能找到杜安齐当靠山 还有那个叫白宇的包含 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孟离 恭喜你升职了 以后要多照照顾我 孟离 你看杜副总很熟吗 抱歉 我有点口渴 神气什么呀 不就是个副组长 好好同事 白宇 我演技怎么样 不错吧 嗯 还可以 喂 你可是答应我 要假装交往糊弄我爸 能不能有点记忆精神 还是说 你真的爱上我 是不是 孟离啊 孟离 孟离 公主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跟杜安齐小姐 不必解释了 杜小姐帮了本宫 本宫理应感谢 至于你的私事嘛 本宫无选过问 对 我以为 公主早该明白 属下的心思 看来 是我自作多情了 可你若不说 本宫又怎会知道 公主 你刚才 说的心思是什么 这个是 公主送我的第一件礼物 也是我从北梁带过来的 唯一一样东西 你真一直留到了现在 自从被晓了 见到公主殿下的第一夜期 白语心里 就再也装不下任何人 可我倒是身份卑微 而您身边 也早已有了五皇子 可我现在已经不是高贵的三公主了 况且你穿越千年来自寻我 你心 我已明了 就等你接受到我都醒了 见你的勇气 在你的色调 你就是你 是我永远的公主 喂 凡语 莫莉 你在家吗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好 我知道了 我等你 这么快 哦 那个您好 请问您是来找谁 我是白语的奶奶 喂 陆青 什么 奶奶她 说 这里是白语的家 您是她的亲祖母 怎么 她没在你面前提过我 未曾 像你们这种 想嫁入豪门的穷丫头 是不是在选择对象之前 都把人家的家底底细 全都给摸清了 您这是何一 装得还挺像 就是以这种手段迷惑了她 难怪她三年前大病后 就像变了个人 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三年 白语来到我身边 恰好也是三年 突然还和杜家那个小姑娘 联合起来骗我 我们家堂堂的白家的接班人 出去给人家当保安 这事要传出去 我这老脸往哪搁 白老夫人 您误会了 说吧 你多少钱能离开她 这三年来 白语吃我的 助我的 还领着我的工钱 胡说八道 信不信有你 不过有句话 我还是想提醒一下老夫人 如果您真的想 拆散我和白语的话 用这种方法太不明智了 只会将她越推越远 最后呢 反而让我们的关系更亲近 你 怎么了 好厉害的小丫头 怪不得能把白语耍得团团转 看来我得另想办法了 少爷 夫人她说 那是这样 学长 奶奶 今天确实是我这老人家冒昧了 还请龙小姐不要见怪 老夫人客气了 奶奶 梦临是晚辈 来拜访您是应该的 梦临 那我就不多留你了 咱俩呀改日再好好聊聊 好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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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白语 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公主 我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公主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最想要骗你 白语 你我公主患难过这么多次 也历经过生死 本宫 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 公主 属下之祖 请公主恕罪 起来吧 如果公主不肯原谅 属下就常归不起 白语 本宫 本宫并非 弃你隐瞒身份 何日讨厌不被信任 你懂吗 我不是不信 而是对自己没信心 我不感动 你 你 别承认 不 善欢 不管在北南还是这里 你对我来说 都非常重要 我 胡闹 简直是胡闹 我以为你给我长脸了呢 搞定了那白家少爷 谁知道你给我惹出之后呢 货 爸 你至于吗 不就是开除了一个爆发户的女儿吗 丑吧你给急 能不急吗 林家她算个屁呀 我是怕那白老夫人 找咱们挨了开兴师问罪 看来这个龙梦梨不能留 得赶紧让她走 爸爸 这事你可得考虑清楚啊 现在是白老夫人说了算 可是要不了几年 肯定是白鱼掌权呀 咱们要是不分青红皂白的 动了她心结上的人 那之后 岂不是被报复得更惨 有道理有道理 可是那白老夫人咋交代啊 你最近不是正愁男装的事吗 不如 我们就把这个男啃的骨头 交给龙梦梨 如果她搞砸了 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让她辞职啊 这样对白老夫人 也算是有个交代吧 梦梨 我答应奶奶要回白氏帮忙了 以后不能陪你吃饭了 本宫是残废吗 离开你就会饿散 不是不是 是白羽离不开公主 想每天都陪在你身边 可是白老夫人说 本宫身份低位 配不上白氏集团的大少爷 让本宫知难而退 公主 所以我就跟她老人家打了个赌 就凭相貌和胆识 你倒是和白羽 还挺般配的 不过 家庭条件差了点 龙困浅滩 亦飞冲天 白老夫人又怎知 我不能出人头地 一年 一年之内 我必在设计界有一席之地 你要是真能做到 我就认下你这个孙媳妇 一言为定 剑走偏锋出奇至少 所以我拜托杜小姐来帮忙 可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公主放心 奶奶那边交给我 我绝不会任由她为难你 我呢 也不都是为了你 我和老板都觉得 男装市场的空白很大 没准是个好机会 那 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嗯 这剧情发展的 是不是太快了 男人与我同住 啊 什么 本宫特别的缺一个男模特啊 啊 这样啊 白玉 你方才脑中在想什么 没有没有 属下不敢 喂 白玉 莫莫莉 还在公司吗 我过来接你 现在太晚了 算了吧 你生意怎么了 不舒服吗 没有 那个我下班了啊 莫莉 救命啊 莫莉 刘明她晕倒了 在哪啊 就在杂物间 没 这梦里 怎么还不接电话 有梅就在这个房间里 刘明 这梦里 谢谢 别说 我 什么 你 我 马上 你 我 我 白河 喝 白河 哎 做的好真是我的好闺女 他不會有事吧 哎呀你放心啊 就是關鍵一個晚上給他就是吧 白河 他們怎麼會在一起 不對 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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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舞妃求求你不要走不要留下夢一個人 來人啊來人啊 嗯 你需要 你只要我不要留下夢一個人 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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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寫的 孟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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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 少爷 都调查清楚了 是林明文百童百合干的 况且前总监与林明文的关系 非同一般 不知道是不是受她指示 马上让人调查林家名下所有产业 让集团的智能团研究一下突破口 少爷 您知识要 感动梦里 就必须付出代价 你 刘秘书 听说你跟木梨关系不错 就是普通同事 别紧张 我跟孟黎因为妙妙的事情 有很多误会 所以想找个机会 跟她解释解释 这样啊 前程 前程 我警告你 你给我离龙孟黎远一点 如果她再受到一丝伤害 别给我白语不客气 我也警告你 每个人都会喜欢别人的权利 你喜欢孟黎 我为什么不可以 还有 忘了告诉你 那天在办公室 孟黎躺在沙发的时候 真是让人欲罢 前程 孟茜 走 海云 这一拳 我会让你付代价 前程 我怎么办呀 我们家破产了 我爸说 我们我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我无家可归了 前程 你怎么 所以呢 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现在无家可归了 前程 我怎么办呀 抱歉 林小姐 我们不熟 我们有义务 你提供住所 不熟 前程 你说的是人话吗 你花了我多少钱 收了我多少礼物 你都忘了 各时所事而已 你不也从我这儿 逗到了不少好处 包括一个完美的男朋友 林妙妙 在我前程这里 没有价值的人 就跟条狗没有区别 记住 以后别再冲 前程 放开 白鱼 林妙妙的事 对不起公主 我必须这么做 我实在忍不了了 我有说你做错了吗 天作你也有可输 自作你也不可活 本宫当年的手段 可比你多辣多了 只不过这件事情 要是传到 白老夫人的耳朵里面 还是又要说 本宫恃宠而骄了 放心 奶奶对你虽然有偏见 但不至于 不至于什么 本宫呢 不仅恃仇而骄 本宫心狠手辣 有仇必报 只要敢伤害 本宫的人 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白公子 害怕了吗 不怕 除了失去你 我什么都不怕 小李 你们有没有问到 啥子味道 什么味道呀 恋爱的酸酸味 全是老娘 好 好 达到了 你们嫌吗 陆七回来了 在那吗 他在哪儿 七哥 等等我 老板 比我大会岁呢 不用叫哥的 什么 就是嫌我老了 牛强 他怎么会在这儿 没有没有陆七没那个意思 你别人 你别人 你别人聊个天 你要想做些羞羞的事 也不是不可以 哎呀 喂断了好痛啊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有监控的 别想恶人 老娘就赖上你了 你还不赶紧帮我去骨骼看病 七哥你看这是什么 你就认命吧 你是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你就认命吧 孟林 再多请两天假 在家休息 千万别着急回去上班 不行 这里南庄发布会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可是 等一下 喂 奶奶 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 那好吧 实在不行 你跟公司申请 在家里完成设计稿 有牛强在 我也比较放心 好 我试试 那我走了 嗯 等等 回去呢 要和老人家好好说话 毕竟她是你唯一的长辈 嗯 好 我知道了 走了 嗯 跪下 为了一个乡下野丫头 你竟敢动用家族资源打压林氏集团 你这么做 对得起你当年辛苦创业的太爷爷吗 对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在天之灵吗 奶奶 孟林不是什么乡下野丫头 她是宋儿心爱的人 况且 这林家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你住嘴 你现在是被鬼迷心窍了 你自己在做什么你自己都不知道 刘梅 刘梅 你怎么来了 先来坐 哎孟林 嗯 我 金叔你生病了 因为工作太忙 所以没能及时看你 特意让刘梅带我来 孟林 前总监是过来特意跟你道歉的 你就当是看在我的面子上 好不好 好 进来说吧 孟林 面表的事情 虽然我也是受害者 但是我还是想刚才跟你道歉 对不起 可以原谅我吗 前总监客气了 孟林受不起 你现在还是个新人 服装设计这个圈子说大不大 大家以后还是要一起工作的 多个朋友 总比多个敌人好吧 是啊孟林 而且前总监的身份 他亲自来跟你道歉 好 我接受了 不过这次的男装设计 只能由我自己来负责 其他人都不能插手 好 没问题 我是跟杜总沟通 孟林 那太好了 刘梅 你是不是 还有什么事情 对 那我先回公司了 你们两个慢慢聊啊 你不是 你不想回公司了吗 你不是 你不是 我还是有什么事情 我不是 我不是 你不是 你不是 我不是 你不是 我不是 你不是 就当是上级 对下级的一种关照 也不可以吗 可以走了吗 你好好休息 服装设计的事 我会尽快帮你解决的 你为什么离开设计界之后 要开一间便利店呢 这家店 是我以前的好朋友开的 她是个被梦想害了的苦命 被梦想害了 这是什么意思 她去世了 梦想是什么呢 梦想是执念 是活下去的希望 梦想是活下去的希望 梦想里的她 也和我提过梦想 梦想里的她 什么意思 你以后就会知道了 你以后就会知道了啊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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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虽了很久 是做寿面还是蛋糕 想了一下 还是入香随俗 正好公主也不喜欢吃面 快吃蜡烛 许个愿 又吹飞走跑跑 然后追着她一直跑 海浪冲洗着岸边的勤劳 晚风飘渺 浪漫的诗号 梦里的向后转摇 哇哟啊哟哟 哇哟啊哟哟 星星弯弯的眼角 笑着沉迷你甜甜的微笑 我留下独特安好 等你一起躲 猫猫 被你抓到 了了了生日快 啊 我留下独特安 她你好 你们先往 这个 我们走了 我 忘掉记忆里的那个桃子吧 我以后每年都送你吃不完的桃子 你怎么就见那两个桃子 梦里 把过去那些情理 都忘掉 彻底放过自己 好不好 公主 忘掉记忆里的那个桃子吧 你把过去那些情理 都忘掉 是 我留下独特安好 就等你接受到我的心跳 将你的游戏 为谁都散掉 我的世界 有你的 孟丽 孟丽 今夜过后 你我就是天下之主了 将来 共享太平盛世 流芳百世 能否流芳百世 明流青史并不重要 只希望五哥哥你可以担一个好皇帝 放心吧 记住 皇后 其二皇子一干人的 传不住死 别留祸口 你自己小心 你自己小心 我为何要如此赶您杀雪 贬机流放即可 孟丽 难道不想帮母妃报仇吗 我听说 当年下毒害死王贵妃的 就是皇后 静怡是她 后来本宫才知道 我母妃的事情与皇后无关 一切都是五皇子借到杀人的寂寞 茉莉 可我是白鱼 再试着相信一次 就一次好不好 就一次好不好 真的吗 嗯 好 我留下独特安好 等你一起躲茂茂 被你抓到掉下来的拥抱 我的世界都是你的笑 我留下独特安好 就等你接受到我的心跳 甜蜜的游戏 为心都撒掉 我的世界有你称号 怎么样 还是没有头绪吗 奇怪 到底是哪儿不对呢 是不是公主太过于着急 反而忽略了最基本的东西 什么 莫莫莉 你还记得公主府被抄之前的事吗 本宫记得 当时我刚刚得知陛下要除掉我身边所有人 白鱼 立刻带着你的跟班滚住公主府 永远不许再回来 主子有命 属下不敢不从 只求公主说明白 属下到底犯了什么错 你这是在质问本宫 属下不敢 本宫走 就看你不顺眼 这三年来每天像一个赖皮狗一样 缠在本宫身边 胆都赶不走 实在是让人逆反 三公主 你见识太过分了 王某家少爷对你 入戚 闭嘴 既然如此 属下拜别三公主 对不起 白鱼 对不起 白鱼 对不起 我当时 我当时只是太照片小 你之间事外了 所以才 你有没有想过 我知道真相后 根本无法独善其身 还不如早点坦白 然后我们拼死一波 可是我不能拿你的命来赌啊 在那个时候 你对我来说就已经很重要 既然如此 就更应该信任彼此 而不是因为保护对方 把对方推得远远的 好 但是本宫错了总可以吧 可就这和设计稿 有什么关系吗 公主设计的是男装 那为什么不 带入穿她的人的视角 想想对方的感受 明了如此 本宫明白了 本宫今天 可是一整天都听起来 这应该算是赔罪了吧 原来公主是在赔罪啊 我怎么不知道 本宫今天 可是一整天都听起来 不是你说什么 算当然算 公主都做了这么大让步了 以后咱们家都听你的 那当然了 哎 你这是干什么 用公主报送公主回府 如此可叫 文公主 起来回宫吧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试成之后 我会把钱打到你的账户 喂 时尚收刊吗 我这有一些猛料 不知道 你们是不是感兴趣 啥子 要我们三个当模特 你那个得行吗 好 一切听公主安排 我听少爷 那都算摸上结局了 足大服从那个摆 感谢各位的掌声 由此可以看出 意大利品牌SC 已经备受各位的关注与抖 那么接下来 本土品牌LK 将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别样的演出呢 让我们一起用掌声 欢迎他们 怎么回事啊 梦里不都 已经安排好了吗 衣服我得都没有 他又不是孙永空 他能有什么办法呀 他是蛮独子了吗 那怎么办啊 就丢人丢大发了 这不会影响我们整个设计部吧 不是吧 哎快看 来了来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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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什么情况 虔诚子人心机极深 不可能无缘故对我是好的 我就知道他有所图谋 提前把最重要的东西 已经准备好了 你怎么会在牌上 老门老门你别走 老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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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门老门 孟离孟离 好消息 咱们的孟回北梁系列上热搜了 大家都特别喜欢你的作品 这被夸上天了呀 孟离你火了呀 这怎么还有设计师和模特CP的 到底看人还是看衣服呀 还有好多人在猜男模的身份 不会被人人漏出来吧 孟离我听说杜总已经把这个系列 作为LK下半年的主推款提交董事会了 这要是通过的话 那孟离就是跟前总监 就是平起平坐的首席设计师了 哇 很抱歉 这次是我大意的 我保证叫你情况不会再发生 算了 不过 龙孟离和白家少爷关系亲密 不得不防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早有安排 行 他们合作了这么多次 我当然行 我当然 只要把信度的捞响 你就是LK的总监 喂 李记者吗 看到今天的热搜了吧 现在 是爆料的最佳时机 放心吧 我会安排服装设计协会的人配合你们 还有 派人去趟龙孟离老家 估计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奶奶 奶奶 您这是干什么 赶紧开门放我出去啊 出去干嘛呀 朝朝过世 早秀啊 你知不知道 你在外边一言一行 都代表着咱们白家 白家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走秀 奶奶 您怎么比封建社会的人还苦般守秀 赶紧开门 我跟你争 在今天这个事情平息之前 你必须在家好好反省 哪都不能去 你就好好在这给我守着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他出来 是老夫人 怎么回事 怎么好团团的爆出这么大丑闻 杜总您别着急 能不及吗 现在这个系列是彻底完了 所有人都认为 龙孟离是白少爷的包养情人 还赶紧约点亲人父亲 他这是挑进黄河也洗不清吗 杜总 其实 龙孟离他确实吵起了 啥 事到如今 我跟你讲实话吧 孟回北梁 是我的原稿 龙孟离说哪是借鉴 谁知道 这事怎么早不跟我说呀 当时有白少爷亲自往那站台 我一个小小的设计师 哪里都得给我猜团 这 马上 马上这个龙孟离给我滚蛋 怎么突然被开除了呀 难道网上说怎么会争取 虽然他老是一副很拽的样子让人看不惯了 但他应该不会做那些低级的事 这正途啊 也不管你真相 只在乎你得管家 孟离 你要不要找白少爷再想想办法 他家不是很厉害吗 好了 没事的 放心 嗯 放开我 老两次后来就能打平了 三角潮汐高的土地也潮汐高 你们他妈唱的是乱角的高 你冷静一点啊 你居然走个人生更糟 难道你就让我的徒弟小林 被人欺负我这个做师傅的什么忙 也帮不上吗 你怎么才抱我呀 你知道最近我有多难过吗 我的错 少和公主也不用坐着待遇 别难过好吗 说得对 小李 你没得死吧 没事啊 你不死 这有什么呢 没死就好 没死就好 白宇呢 带我去见他 好 老夫人 少爷还是不肯吃饭 这孩子 他是不把我气死不罢休啊 陆琦 你带他来干什么 我 我是来和白宇分手的 什么 这很难理解嘛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连个人都找不到 白宇在哪儿 让他出来和我说清楚 他正好 去 把少爷请过来 是 老夫人 少爷请 莫莉 你还好吗 莫莉 从今以后 我们不必再见了 同样的错误 不会再犯第二次 莫莉 莫莉 不许去 这是四面初歌 也想仿佛回到了原地 就像那天晚上一样 就像那天晚上一样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只要三公主进宫为妃 并交之虎福 正保证 不会为难你这些故乡 兵符可以给你 入宫为妃 不可能 是原本打算看在小时候的情分上 给你个机会 这个意思 你哪里在乎什么少说的情意 你执意让我入宫 也不过就是为了我在民间的微信 莫莉妹妹 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 太幼强了 从小变锋芒毕露 从不懂得逃光养晦 有时候 失落 也是一种战术 你来啦 进来说 杜小姐 你信我吗 当然啊 可是关我心事没有用啊 有用 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的不只是我 更是你们杜佳乃至整个LK 什么意思啊 稍等 等你见到一个人就会知道了 他来了 妙妙 龙梦黎 过去是我错了 对不起 少远您这是 白宇 你心里难受 也不能这么折磨自己吧 我怎么折磨自己了 我就是想多吃点饭 恢复一下体力 你就心里都一点不难受吗 难受 我为什么要难受 梦莉刚才都向我求婚了 求婚 嗯 这是聘礼 她的意思是 要正式娶我 可公主 刚刚明明说了 从今开始不再跟你见面了 按北梁的习俗 男女双方下聘后 不亦私毁 什么北梁 什么公主 还聘礼聘书的 你们这是在搞什么名堂 奶奶 梦莉 梦莉不是什么乡下野丫头 她是北梁百姓最爱戴的三公主 也是白宇的救命恩人 什么 下周董事会想要动手了 会不会太做起 远程 师姐 好久不见了 说吧 你要怎样才可换过了梦莉 什么意思 哦 龙梦莉 是师姐的清传弟词 我们还真有缘分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打成什么鬼算盘 当初偷我的设计稿 卖给对家 还诬陷我抄袭 现在你又记住龙梦莉的才华 想把她也提出设计权 刘强 喊你一身师姐是给你面子 但并不代表你能红口白牙 乱说话 你跟龙梦莉有今天的下场 都是救我自取 跟我没有关系 师弟 你看小黎她一个乡下女孩子多不容易 你怎么能不能高抬贵手放她一条生活 我姐 我很忙 我都说了 她的小子话特地很 没得那么容易上当 无妨 我早就已经猜到了 其实就是为了让她误以为对手已经无计可施 从而放松警惕 方便我们一起证 你臭小子 你他娘的怎么走路呢 你眼睛出气了你啊 不好意思 原来是两位保安小兄弟啊 你忙你忙 拜拜 叔 你对龙梦莉做了什么 没 没做啥啊 我 我一直都没敢找她了 我能做 你是没找她 但是你在外面胡说八道 害得她没法做人你知道吗 我 我说 我全说 是 是有人要给我一笔钱 他们逼我按照他们编的说 我实在是没有 闭嘴 你给我一武一师交代清楚 否则 我让你这辈子都开不了口 我一定配合你们 一定配合你们 还是不要 你怎么能帮我 我都开水 你怎么可能 我能不能使掇 那我要做 我这辈子都开水 我这辈子还能帮我 你能吃 你去不呢 可不要乱咬人啊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 雾媚私服 辗转反侧吗 怎么 害怕见到我 有什么话快点说 不然我叫保安了 你还真是扎的彻底啊 我以前怎么瞎了眼看上你了 什么意思 跑啊 跑啊 钱总监 好久不见啊 是你 是我 请他们来的 杜总 前程的前程 多年来你一直出卖公司的机密 多亏了孟妮 把你出卖公司的设计合同给了我 你居然配搬我 你听我解释 一切都是龙龙的阴谋 设计协会已经决定将你永久出名 钱总监 你等着身败名裂吧 最后再提醒你一句 千万别小强女人 啊对不能小强女人 白少爷 麻烦你又把她扔出去 永远不准踏入公司一步 是 杜总 你请我解释杜总 赶紧把她扔出去 我孟妮 你给我等着 孟妮啊 孟妮啊 这次可多亏了你啊 我决定 任命你为设计部新总监 随便可以为你上班 哈哈哈哈 感谢杜总的美意了 不过孟妮呢 已经有自己的安排 呃那这样 以后 你要有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说啊别客气 哈哈哈 哈哈哈谢了哎好 哈哈哈哈再会再会 一碎打交 恭喜你了 这次爱情赛业双丰收 赌总给你绳子了哈 嗯 她呢的确是提这件事了 不过没答应 哇子啊 因为我已经想好了呀 我要和师傅你 合作开服装设计工作室 工作室 好不 师傅 你的才华不应该被埋没的 既然有梦想 咱们重新开始 胆俗 你们看到我 板少爷了吗 他没和你在一起吗 从昨晚到现在 一直练习不上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 在瞒着本宫 属下不敢 白云 你我共同经历了这么多 难道本宫还是不值得你信任吗 嗯 不 回家 魂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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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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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早就发现前程在偷拍了 原来公主早就知道 那为何 本宫 想给曾经错误的感情 画上一个句号 好好珍惜眼前人 本宫既然钦点了你 作为本宫的爱人 自然会给我们这份感情 一个完美的开始 后来的你会怎样形容我 是曾经生来过 还是普通朋友 我们把约定都当承诺 直到承诺也成了泡沫 才会觉得深刻 不再执着 欢迎各位丽临品牌发布的红线长 首先要我们掌声有请品牌创始人 金牌技艺师龙梦林小姐 感谢各位来参加 学梦品牌发布会 成立这个品牌的初衷呢 是希望告诉所有身处逆境的女孩子们 不要绝望 也不要悲伤 只要坚持梦想 就一定会有实现的那一天 好 好 你怎么才来啊 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龙梦林小姐 你愿意嫁给白羽为妻 无论健康疾病 贫穷富贵 又不离不弃吗 有水飞飞飞飞飞 你又驻着她一直跑 海浪中 谁这岸边都倾劳 花飞飘飘 浪漫的雪 此生气阔 彼此邪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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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頭》 我 我 我 你 是真的有你想 好 前程沒想到你被一個小丫頭給耍了 我現在這是難保 咱們的合作到此為止吧 啊 文宇 文宇文宇 陸七 陸七叫救我車陸七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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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他 FI 这是哪儿啊 白云 太好了 你还活着 你没死 我没死 公主 属下就知道您吉人天下 万事成祥 你的后背 你后背的伤呢 公主在说什么呀 属下不明白 这是哪儿 回公主的话 这里是距离北梁帝都三百里的石上镇 北梁 石上镇 那这么说 我们是一起穿越回来了 穿越 这是何意 自从您中毒昏迷后 已经过了整整七天 所有大夫都告诉我 没有希望了 但属下相信你一定能醒过来 我 昏迷了七天 难道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吗 你是不是奶奶养大的 公主怎会知晓 不过 她老人家三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公 公主 那这是什么 公 公主所赠的 玉佩 本宫是问你 为何会将她保留至今 公主 我 白玉深知自己身份卑微 配不上公主 可我发誓会爱你一生一世 就是一世啊 我 本宫要你 下一世 下下世 都是本宫的人 听清楚了没有 嗯 梦里 那些经历 不管是现实 还是梦境 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还在 每一期间 都不重要了 听清楚了 你还在 你一费 都不重要了 你已经不重要了 在这种内容 我来说 完全不重要的 这样比较方便 不容易走散 公主说的是 公主今日打算去哪儿啊 本宫呢 打算去小镇上考察一下 开间成衣铺子 以后亲自为我 北南国的百姓设计衣服 当裁缝 公主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啊 怎么 本宫当裁缝 你还要嫌弃不成 不是不是 只要梦里喜欢 做什么都好 这还差不多 其实这个当裁缝 其实这个当裁缝呢 可不为当公主简单 至于其中的细节 我以后慢慢说给你听 陆七呢 是不是走差了 咱们回去找找 嗯 公主呢 您就买了奴家了 奴家吃得少 力气大 会干活 而且我还会做衣裳 买了我 您肯定不是困的公主 我求您了 我又没说不满 牛强 牛强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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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不说 你不说 我愿意 自然